新学员学习研究的时候 我估计是最投资的 就是关于这个五蟹说话 因为尤其你用一些 医科疾病的时候 他给的通常都是一个 综合胞 组织胞 那组织胞里 它就会出现很多的穴位 例如说有些穴位 这个穴位要补 这个穴位要先蟹后补 是不是一大块 你哪一个做不到位 直接会领养主的一大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个传统跟证相对来说 对于新学员来说 它比较难学 那总是齐穴 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除了用血精 就齐穴掃子外 还有一点 就是它不苛求 你用补蟹手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会补蟹手法 停补平蟹 就下针和气 停补平蟹 就能有很好的效果 那既然我们不用补蟹手法 又想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 那我们是不是得用一些别的方法去带地骨蟹手法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了董事齐穴的三大低谷针法 就是我们的动气针法 导马针法和牵引针法 我们先说动气针法 那动气针法 这个呢 它不是董事齐穴所独有的 这个最早在我们传统真理由里面 就有明确记载也有很多的使用案例 但是呢 传统明确对于它使用的特别简单 就是记载的特别简单 都是什么写上 扎上某个血液之后就撒着让它另其动 你看另其动扎上之后让它活动 是不是就动就这样了 知道 但是呢 它写的过于简单 一直到发展到近代之后 动气针法重新又被拎过来 拎过来之后就是扎上柯 你要活动你的幻处 要把精气引到你的幻处去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传统真理 这个也不叫动气针法 叫运动针法 那我们董事齐穴管这个叫动气针法 那动气针法的意思就是 你看 我们一个穴位 一般的一个穴位 是不是治疗额几种 或者十几种的疾病 是不是很正常 对吧 那例如说 我们足三里 治症是不是极其的网站 你看就据大家了解的 首先足三里能治什么 胃病还能治什么 心脏病 还有呢 牙疼 还有呢 头面上的病 琴质上的病 然后关节疼 小腿疼 这是不是都是它的 这样算是 其实足三里 足三里是一个 叫什么 叫通用大学 什么叫通用大学 就是无论什么病 是你都可以下足三里 有些病 例如说 足三里可以治疗高血压 效果很好 足三里还可以治疗低血压 可以什么 因为血液都是双向 合体性的 所以针就大疼状 这一句话叫败病 莫报足三里 那你看足三里治疗这么多的病 那你一针下去之后 黏转德气 这个精气是不是就是分散呢 那动气针法的意思是什么 下针之后 黏转德气 然后开始什么 开始活动你的患处 那活动患处的目的 是不是要就是把这个血肺的精气 要引到这个患处 然后集中的冲击病脏点 就相当于给你身体一个指令 就是说足三里你看足三里 我这一针下去了 他可以治疗我腿疼 可以治疗膝盖疼 可以治疗小腹病 然后呢可以治疗肠胃病 可以治疗心脏病 可以治疗高血压 可以治疗五官的病 可以治疗禽质的病 可以面胎啊 肚风 都能治 但是呢 假如说这个足三里我一针下去 我想用它治疗膝盖疼 好 我下针之后 我开始什么 哎 活动膝盖 意思就是什么 像那便一样的 给你身体一个指令 知道吗 别的点 你都不用管了 哎 今天这个足三里 你就问我膝盖 就来就行了 把足三里所有的经济集中起来 哎 直接攻破什么 我们呢 膝盖 这个呢 就叫做动武器真华 你能够有很多 我们开心的